江苏省的面积越变越大,今天我们就借助卫星地图来聊点一下 黄色区域这里是江苏省,它的省会在南京 江苏省的总面积是10.72万平方公里 在我国34个省级行政区中,排名24位,所以面积相对较小 但是截止到2019年底,江苏省的产住人口有8070万 是我国人口密度第一大省 经济总量则位居全国第二 第二,是名副其实的人口大省和经济强省 江苏省历史悠久 在春秋战国时期,江苏分属于齐国、武国、宋国、武国和楚国 我们知道江苏省的地形以平原为主 占全省面积的90%左右 主要有苏北平原、黄怀平原、江怀平原、长江三角洲平原 江苏也是我国第四最低的省份之一 绝大部分地区的海拔在50米以下 省内最高峰是位于连云港的云台山玉吕峰 海拔仅仅625米 江苏省的地势之所以这么低 是因为江苏大部分是靠河水带来到泥沙冲击而形成的 江苏省境内目前有长江和淮河两条大河流津 而且历史上黄河的入海口也在江苏 所以有相当长的时间是流津江苏注入黄海的 那么这样一来 三条大河一起携带泥沙不断的沉积 江苏省的面积也就越来越大 据史料记载 春秋战国时期的海岸线和现在相比 大概退缩了约三分之一 那时候扬州泰州在长江口 而海岸沿城和连云港在沿海 所以这些地方以东基本都在海里还未形成陆地 可以想象2000年的时间 江苏省的面积增加了大约三分之一 也就是约三万多平方公里 这速度也是非常令人震惊的 而且最近几十年的增长速度依然比较快 尤其是江苏中部地区的海岸线增长最快 通过测量 这里的最远处向外延伸到有10公里之远 所以江苏省的面积还会越变越大 好的 今天我的介绍就是这里 谢谢观看